如果不是为了赶路 语文本该是最美的学客 门前老叔挂果蜂 不见当年偷果铜 时不负郎不返 再见已是两并双 无备之后 村中再无见客 当你终于有钱 把童年想吃的零食都买了个遍 才回味过来 欲买桂花铜再久 终不似 少年有 小时候总喜欢往人堆里面凑 后来才明白 人终究要学会与自己相处 终于体会到了孤舟梭立翁 不掉寒浆雪 是何种的惬意 当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 却成了长大以后 再也回不到的故乡 才终于感受到 儿童相见不相识 孝问客从何处来 是何等的心酸 当失去至亲 才知道 陈情表忠 陈吾祖母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 无以终于年 这背后的深情 亲人的离世 不是一场暴雨 而是一生的潮湿 当面对和周围人的巨大差距 才知道 宋东阳马声续忠 于泽晕袍衣除其间 略无目现意 这需要不断的修行 才能长出强大的自信 所以当文字脱离了考试的枷锁 真正的情感 才开始浮现 十五六岁的我在地理课上 分析一个城市的区位优势 有一条一定要写 劳动力丰富低廉 大学毕业后 审视着如今的自己 拿着三千多的工资 拼命熬夜加班 才真正理解 劳动力到底有多廉价 也正是在这一刻 一颗子弹正中眉心 那一天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头悬梁锥刺骨 奋尽全力 那一夜 一个自认才华横溢 不甘平庸的少年 既受不了前人的唠叨 又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只是心中碎碎念着自由 畅想着诗和远方 背起行囊离开家乡 那一年的少年江湖梦 立志三千里 谁不曾年少轻狂 血迹方刚 谁不曾刻技复发 胸怀激荡 谁不曾先一怒马 气宇喧昂 要千方过境 方知柴米油盐非一时 青丝见白 才懂匆匆岁月不饶人 宝尝世事冷暖才明白 江湖问路不问心 经历人情事故中恍然 目见批不开荆棘 而是静觉心可摘 抬头不见少年郎 须知少时凌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最后愿大家历境千帆 归来仍是少年 尝遍人间困苦 依然热爱生活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